这个男人从车里拿出一把江河林重击枪 向着对面的汽车疯狂开火 在他的扫射下 多好的汽车就像一块破铺 被打到千疮百孔 肌力破碎 转眼间就变成了一堆废铁 这就是2020年最爽的动作短片 母伴给出了7.5的高分 在不久未来 一种神秘病毒肆虐全球 一旦被感染 病毒会在一天内杀死宿主 但是在一所研究室里 研究出了可以永久治愈的解药 不料这一成果被恐怖分子偷走了 他们根据指示 马车停到了一栋大楼前等待接应 突然被暗处射来的子弹 一枪爆头 通过监控得知 解药被神秘人拿走 军方赶快招回特种病诺亚 要他配合海豹突击队一起抢回解药 如果任务成功 诺亚的女儿可以用先得到救治 就这样在F35战斗机的掩护下 诺亚和墨镜男李佛 带领海豹突击队一起执行任务 此时 卫星传来信息 实验室已经被炸毁了 解药也被屏幕上的男人麦克斯抢走 而麦克斯要在恐怖分子总部进行交易 时间刻不容缓 一定要在半路夺回解药 指挥官先让诺亚 从山上徒步 一路来到山下的检查站 拦截目标 诺亚开始检查武器待命 通知李佛 要把麦克斯的车 逼停到AD小组的服计地点 进行秘密抓捕 这样才能做到不必要的平民关注 所有的队员开始注射今天的解药 只有女飞行员的解药出了点问题 随后 诺亚一个后空翻下车 向着目标地点进发 所有的小队陆续到达指定地点 开始检查武器 准备行动 突然目标出现 李佛发动汽车展开追击 各小队开始行动 诺亚也加快脚步 李佛果弹开枪射击 加打油门 对着麦克斯开启了扫射模式 而诺亚也到达第一个坐标 做好了准备 随着目标出现 诺亚把班机一搂到底 子弹倾泻而出 然而是在车上游下了几个弹口 然后诺亚快速奔向了下一个地点拦截 在山上 诺亚一路上蹿下跳 辗转腾挪 却被一处断崖拦住 眼看目标出现 诺亚一路翻滚 加速前进 此时 李佛把油门都踩进油箱里了 拼命追击 突然 克里斯立脚急杀 举枪变射 就在此时 队友及时出现 超过李佛的车继续追赶 举枪对着克里斯疯狂输出 然而这两个小菜鸟 怎么会是克里斯的对手 眨眼之间就被爆头 副驾驶也没打死 随即 车辆发生车祸 一路翻滚到山下 此时的诺亚已经就位 抬头看见群鸟乱飞 预感不好 猛一回头 人就窜了出去 再晚一点 小命可就没了 这时 指挥官催俗诺亚 马射行动 诺亚捡起枪 快速地来到路中间 做好准备 同时 李佛也接到停止 追击的命令 克里斯一走神 诺亚已经开火 瞬间 克里斯就被打成了马蜂窝 无人操控的汽车 随即冲下了悬崖 一路翻滚掉在地上 摔成了一堆废铁 转眼 李佛开车赶到 看着摔成废铁的汽车 对着废铁里的克里斯 捕上两枪 打开车门 拿走了解药 此时指挥官告诉诺亚 只要和李佛回到基地 就可以救他的女儿了 然后又呼叫李佛 此时李佛正拿着解药箱上车 告诉他 解药稀缺 不是人人都能用 要求李佛 马上干掉诺亚 李佛下车见到了诺亚 但诺亚 发现了李佛 打开了枪的保险 两人同时动手 但是诺亚的枪 有点装逼了 李佛率先开枪射击 诺亚只能躲避 开枪还击 关键时刻 诺亚的枪队打坏了 趁着李佛换子弹 诺亚只能逃跑 一个翻滚 纵身跳下悬崖 诺亚就像风干的牛粪 一路滚了下去 愤怒的李佛 跑到下面直接狂走 幸运诺亚跑得快 此时 恐怖分子倾巢而出 势必要抢回解药 李佛赶快发动机车逃跑 恐怖分子紧追其后 指挥官呼叫空中支援 帮助李佛打退追击 完事后 还要干掉诺亚 但是飞行员的药效时间 已所剩无几 此时 恐怖分子的头车 已经追上了李佛 只见他 单手比了个开枪的手势 突然恐怖分子被子弹打死 连带着几辆汽车 也被打爆 一架F35T空飞过 画面一转 诺亚来到一处地堡 打开门 里面放着各种武器弹药 实际游戏里有的枪械 这里啊 一应俱全 诺亚开始检查枪械 装填弹药 拿出三级包 把武器塞进背包 与此同时 李佛被后面的恐怖分子追上 他单手开枪把敌人打伤 随后开车靠近 拉开了敌人身上的手雷 炸大间 手雷爆炸 一车敌人被炸上了天 随后的敌人 对李佛紧追不舍 竟然从车里 拿出了火箭筒 李佛看见 解开安全弹 拉开车门 一个侧躺回身反射 立刻把敌人打残 火箭弹直接打片 攻塌了山体 掉落的碎石 直接成了后车的噩梦 几辆车被碎石砸中掩埋 车上无一生还 紧随其后的车辆狂闪不及 也发生了车祸 连人带车的撞得粉碎 翻滚着 掉进了悬崖 李佛把车停在路边 随机在车里 拿出了一把大杀器 加特林中击枪 随着枪管的转动 子弹喷射而出 让我们再来感受一下 加特林的怒火 此时诺亚背着三机包来到路边 拿出设备 查看李佛的位置 然后转身上桥 去拦截李佛 正当诺亚跑到一半时 猛的一转身 一架F35战机出现 紧接着就是连续的机炮扫射 诺亚拼命地逃跑 突然 驾驶员病毒发作 一看 原来是药效时间已到 趁此空荡 诺亚翻身跳到桥下 快速地打开背包 拿出榴弹枪 F35立刻下降高度 继续扫射 由于病毒发作 飞机很快失去了控制 诺亚看准时机 连忙捡起了地上的M4冲锋枪 对着驾驶室 扣动了扳机 眼看驾驶室要被打穿 飞机员立刻拉动弹射手柄 逃之夭夭 随后 失去控制的飞机 在山谷中坠毁 画面一转 两个倒霉袋开着豪车 过来看热闹 正好为诺亚提供了交通工具 随即开上跑车 一脚油门 观着礼弗的方向追去 此时的礼弗 正沉浸在圣地的喜悦中 突然 诺亚出现 一发榴弹 直接把礼弗连人带车 通下了悬崖 诺亚举起M4机枪 小心翼翼地走下悬崖 搜寻礼弗 突然礼弗 从后面勒住了诺亚 诺亚往后一撞 一根树叉 刺进了礼弗的后背 就算是这样 身材瘦小的诺亚 也不是礼弗的对手 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就像是交了闪现的鲁班 被开了大的凯爹 堵在了龙坑 被描 这是时间问题 转眼间 诺亚就被掐住脖子 卡在树叉中间 一仰头 看见了从车里 掉出来的乌兹冲锋枪 诺亚用尽力气 勾到冲锋枪 一把抓起 朝着礼弗的胸前 就这一缩子 紧接着 树上的汽车也掉了下来 礼弗被砸得结结实实的 这下算是凉透了 疲悲的诺亚捡起了解药箱 这时 指挥官打来电话 要求诺亚交出解药箱 便承诺治好他的女儿 但是诺亚没有答应 扔着微型电话 拿着解药箱 向着城市的方向走去 至此 影片结束